翻譯 請合掌 我們三稱佛號 南無本是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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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重点放在 使命念佛法门的愿的方面 如果你们过去有参加过我们的佛山佛气 对于第一次来参加的这个戒指们 就希望说我们讲这个愿 等一下带领大家发愿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是大家可以从这个佛山带回去的 那么如果过去有在参加我们的这个佛山 或者是佛气期间 我们这个愿我们念这个愿天天念 都不闲得太多的 就当做是重新提醒自己 我们最终的就是要成就佛道 然后要发愿 这个是主师们的强调 所以这个使命念佛法门 就是强调这个心愿行 有时候喝起来称为这个三支粮 就是说比喻我们过去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么就要准备好这个要上路的这个支粮 那么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做菩提道上 在我们要修行成佛的这个道路上 那么要居住的就是 那我们来参加这个佛山 这个是一种的这个体验 也增长我们对这个 这个法门的认识 这个体验也是在启发我们 大家的这个对这个法门的这个信心 这个念佛法门呢 有时候有些不了解的人呢 就会说他好像很类似 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这个信者得救 但是在佛教不相同的就是说 在这个佛教的法门里面 包括这个净土法门呢 它还是最终的 如果我们到成就之后呢 还是讲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成就佛道成佛 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犹太基督教呢 你不可能说你的目标是要 要跟上帝平等 要做上帝的 所以这个佛教呢 还是讲我们这个心的 这个心外的求法的 我们有时候形容它外道 其实就是讲着心外求法的 这个叫做外道 佛教呢 它不是 它是重点放在我们这个心 所以是不相同的 好了这个心呢 就是我们相信 相信这个是佛所说 跟我们讲的这个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明业极乐 这个是 释迦牟尼佛在 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从这个苏佛世界 我们这个苏佛世界 这个 往西方 过了十万亿佛徒呢 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么 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呢 佛呢 企图有佛 和阿弥陀 是阿弥陀佛在 这个极乐世界 在苏佛 所以我们 是信有这个极乐世界 信有这个阿弥陀佛 然后呢 还有呢 相信啊 我们 这个 修这个念佛法门 修 我们 讲说 出世间的这个因 那么我们的这个果呢 最终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信心 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那种环境 我们可以成就佛道 所以我们 每次念佛 我们回向的时候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那花开见佛 勿如生 就是说我们 这个 往生到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 是莲花花生 酒品莲花 那么 花开见佛 我们在 见到这个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说法 那么 就能够 悟无生 超越生死 不生不灭 就悟无生 那么 大家不要说 这么容易 要聊生死 这么容易 那么我们就 这个法门里面 在《不经》里面 跟我们讲 那么 他的条件很殊胜 就是因为 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 昨天我们讲的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些叫做不退菩萨 都变成是我们的伴侣 变成我们的同修 变成我们的同学 所以有这样的 这个殊胜的 这种条件 它是比 在这个瘦婆世界里面 我们要 修 它是来得殊胜的 所以对自己 也有一种的 这个自信 只要我们居住 这个信念行 我们种下这个 出世间的这个因果 我们 就可以往生 最终成佛 就好像 佛教里面讲因果 世间的这个 三因得三果 那么二因得二果 但是呢 佛法的 它的这个重点 它的这个殊胜 在于 最终呢 要我们 修这个出世间 这个能够了托生死的 这个法门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出世间的 有它的这个因 也有它的果 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信的方面 去启发 在这个经文里面 它有一大段 就是跟我们讲 极乐世界的 它的庄园 它的镇报庄园 就是说 刚才讲 这些大菩萨 阿罗汉 都是我们 在极乐世界的伴侣 同修同学 然后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 也有那个 那个伊宝 的这个庄园 就好像我们 可以比喻说 我们 一种的这个 共修法会 也是 它的这个 这个镇报的 这个庄园 就是大家来 然后呢 有很多的 这个同修们 还有很多的 这个法师 带领着我们 跟我们自己 一个人在家里面 念佛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 镇报的这个庄园 然后 这个共修呢 在这个 这样这个 道场里面 大家一起的成就 这个伊宝的这个庄园 就是说 这样的 这个姻缘 来参加这个 它的这个条件 是比我们 在家里面 自己念佛呢 来得容易的 所以叫镇报 以报的这个庄园 这个是 讲这个 信愿行 那么行呢 我们 前面呢 就是说 因为大家来 来参加这个 念佛 这个共修 这个法会呢 重点就是 在这个 持名念佛嘛 所以我们前面的 第一天晚上 跟大家讲 就是绕佛的时候 我们怎样的 以这个持名念佛 来射受 我们怎么样的方法呢 昨天也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大四字菩萨念佛原童章里面 教我们这个 都是六根经念相继的 这个重点 所以今天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呢就 讲这个愿 那么在这个 持名念佛法门里面的这个愿呢 重点呢 如果是说我们 我们的早晚功课念了这个阿弥陀经呢 他经文里面的这个重点呢 是要我们发愿往生 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 重复的 有就是叫我们要发愿 愿生毛国 然后还有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六方佛 那时候呢 也再一次的这个强调我们 这个要发愿 在这个 这部经里面呢 非常非常强调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发愿往生呢 就是我们了解说 这个娑婆世界 有这个生老病死 还有呢 这个求不得 愿真会 爱别离 还有这个五印 自身的这个苦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要 要起一种的 愿离心 然后呢 对这个极乐世界呢 起一种的这个 就是 我们 很向往的这个 所以 这个是 佛教里面强调说 出世法门 一定 我们所谓的这个出家 讲的这个 受八观宅界是出世的这个法门 或者是出家的这个法门 出家就是出烦恼之家 重点就是出离心 那么这个出离心 是为自己的这个了生死 在这个 佛教的这个修行赤地里面 除了自己的这个生死呢 还强调 就是说把范围呢 就是要帮助 一切的这个众生 也离苦得乐 这个 方面呢 就叫做 要启发我们的这个 菩提心 菩提心呢 就是 这是经文里面 我们只想念 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他的这个简称 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是印度化 是梵文 它是 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阿努多罗 就是 无上 阿努多罗 所以 梵文呢 它 阿的字呢 就是 无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叫做 无上 所以我们巴哈萨里面 无上是北 也是 上的意思 所以 这个阿努多罗 阿努多罗 就是 无上 然后 三菩提 就是 正本正觉 这个是 佛所正的 觉悟 所以 这个菩提心 它是简称的 就是要成就 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成就 无上的正等正觉 或者 讲更简单的 就是要成佛的 愿 这个是 出离心 阿努多罗 阿努多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